哈喽大家好呀我是小杂木 这边的话来看一下春节版本的第二单爆料 首先的话是时装方面 会有小提琴家的输回时装 这款时装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可能就是那个面具了 非常的帅气酷炫 比较尴尬一点就是它那个鞋子上面有个蝴蝶结 就感觉不是特别合适 这款时装的话是仅先回身购买的 然后下一款的话是空军的夏娜塔时装 看上去的话十分的有青春活力 大家的话可以跟以往的夏娜塔时装组成一个战队 组队然后感觉蛮有意思的 再下一个就是我们的艾米里的输回时装 这个感觉像一眼看有点像是婚傻 如果不细看的话 海报看上去的话非常的美 但是在三尸图那边的话感觉就缺点韵味了 再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勘探严诺顿的 溃进商城的时装 这款时装的话感觉还行吧 嗯毕竟是溃进商城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春节版本有哪些活动 首先的话会有一个烟花系的活动 到时候呢会开放一个新的场景 可以容纳十多个人吧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场景里面看烟花 下下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十个季珍宝的圣礼 大家的话记得上线灵球 最后的话就是会上新一些家具 嗯感觉就是变了一个色调啊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一个冲天炮吗 哦这个也是一个变色的 看上去的话都挺漂亮的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春节版本的一些爆料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按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